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前面我带着我的家人 我们在雅典 在罗马 在圣托里尼岛 所有美丽的照片 而且我女儿那个时候三岁多 是最可爱的时候 一去不复返 而且这个时间是不可立的 不可回的 我再也找不到那样的照片 通通离我而去 在回国的飞机上呢 正好放了一部电影 是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妙漂流 大家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上面有一句台词 一下子抓住我的心 他说人生就是不断地放下 然而最让人痛心的呢 是我们来不及说再见 当我们要离别的时候 我们甚至没有机会向他告别 我们被抢走了很多东西 我太太安慰我说 还好 我们三个人都还在 东西丢了 没关系 人丢了 怎么办呢 这几年的疫情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魔幻 我们不知道上一次见面以后 像我们和国内的亲人和家人 我们甚至不知道下一次 我们什么时候还能不能相见 航班不断地取消 这个隔离的时间是这样严格的封控 多少生离死别 我们多少的离别盼望着相聚 而多少的相聚又不得不分离 我们多少魂牵梦绕 我们不能相见 多少生离死别 却留下了无尽的心痛和遗憾 所以倘若今生不再相见 我们还可以有怎样的盼望呢 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这一段话语 在铁撒诺利加前书 这几节经文 刚才我们在起英文中已经读过了 我们看看神带给我们怎样的信息 给我们怎样的真理和盼望 下面我会从三段来分享这一段经文 第一段十三节十四节 保罗一开始说论到睡了的人 什么是睡了的人呢 就是死了的人 就是死去的人 我们看到神的话 只指生死 只指生死 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谈这个问题 孔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生都没有搞明白 不要去想那么远的事情 但是神的话语说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神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真理 因为我们只有知道生死的真理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活 因为我们在世上 人生在世 实在是常常感叹离别 我们在海外 我们和家人有分别 有分离 人生的话题里面 不断地出现这样的离别 我们的大事人 苏东坡 写过一首词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人有悲欢离合 此事古难全 少不了的 南朝有一个诗人叫做江烟 他写了一首《别妇》 专门来说离别 他说第一句就是 黯然销魂者 为别而已 天下最让心痛的 最让黯然销魂的 就是离别而已 当然最大的离别 莫过于生死的离别 死亡在我们华人的文化中 似乎意味着就是永别 阴阳相隔 生死相邻 所以这位苏东坡 当他的太太去世的时候 他就很难再说出来 此事古难全 这样豁达的话语 他写了一句 怎么样的诗词呢 他说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焚 无处化凄凉 充满了无尽的绝望和悲哀 如果死亡真的意味着结束 那我们一生的情感 又如何寄托呢 如果死亡真的意味着诀别 那我们一生的相守 又有什么盼望呢 如果死亡真的就是永别 那留给我们的当然是这样 无尽的绝望和悲哀 千里孤焚 无处化凄凉 然而 神说他不愿意我们不知道 他要让我们知道 知道一个真理就是 那些碎了的人 他要告诉我们下面的这些真理 他怕我们忧伤 怕我们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和和本翻译这里有个逗号 容易让我们有起义 神不是说怕我们忧伤 神是怕我们像那些 没有指望的人那样忧伤 生离死别 离开亲人 我们一定会有忧伤 神与哀哭的人同哭 但是神说我们可以忧伤 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指望 我们有盼望 我们不能像那些 没有指望的人那样去忧伤 所以神的下面的话语 十四节告诉我们真理 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在这一句话里面 神告诉我们三个真理 第一个 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人对死亡充满恐惧 充满害怕 因为我们没有去过 你是未知的 我们不知道会怎么回事 我们害怕 但是我们好的消息是 耶稣他为我们死过 他已经为我们藏过了死位 他经历过我们每个人 都要去经历的 我们不用对未知充满恐惧 而第二个 耶稣他死而复活了 他复活了 而且他是第一个复活的 他是初熟的果子 他为我们胜过了死亡 他帮助我们摆脱了死亡的挟制 所以我们不害怕死亡 第三个 耶稣复活了 那因为着耶稣是活着的 耶稣说 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 预备地方 因为地方的意思是 当我们要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 我们将要去到那里 与主同在 所以下面说 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所以我们不害怕死亡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主里 我们死了以后 是与主同在 在这里呢 有一个希腊文 一同带来 在原文里面 我们今天要学一个希腊文 在原文里面它叫Soon 第一个字母就是Sigma 我们数学都学过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和谁在一起 和谁同在 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到说 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 他们与耶稣同在 神在末日的时候 要把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一同带来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死了以后去向哪里 所以我们记得 我们听过一个这样的笑话 一个故事 应该是一个故事 一个老妇人在飞机上 去伦敦 在飞机上突然很颠簸 那飞机很危险 大家都很害怕 惊慌失措 这个老妇人很安详 旁边的人就忍不住要问她 就说你怎么不害怕呢 那个老妇人说 我去伦敦看我的二女儿 去年呢 我的大女儿已经回天家了 所以没关系了 我要么去伦敦看我的二女儿 要么去天上看我的大女儿 而且天上还有耶稣在那里 与主同在 好的无比 这就是保罗说的 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好的无比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我们与耶稣 死了以后与耶稣同在 好的无比 刚才那个可能是一个故事 但是下面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这位姐妹呢 她叫爱迪斯 她在流经大学毕业 她在英国有很好的前景 然而她因着耶稣的爱 她到了中国去宣教 在1898年的时候 她到了山西太原宣教 很快没过几年 庚子 叫难 她被 她所服侍的那个医院 被当地的暴民 攻击 放火焚烧 她本来已经逃出来了 但是她反身回去 要救两个中国的小女孩 最后两个小女孩得救了 但是她自己 在暴民的殴打 和大火的焚烧中 去世了 她给我们留下最后的一句话 是她当时陪着这两个小女孩 出来的时候 在安慰那两个小女孩说 不要怕 我们很快就会到达一个 没有痛苦和悲伤的地方 她只有38岁 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她知道 因着她信耶稣死而复活 她已经在耶稣里 她将来 必将与耶稣 神要把她一同带来 一同带来 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点 因着神的话告诉我们 我们不害怕死亡 因为我们死后 与耶稣同在 孙 同在 与耶稣同在 好的无比 我们下面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从15节到17节的前半部分 这里保罗借着主的话 来告诉我们 他说 我照着主的话来告诉你们 一件事 如果我们说刚才第一段 是把我们的眼光 看得更深更透 看到生死 那这一段呢 是把我们的眼光 看得更高 看得更远 看到耶稣再来 保罗说 我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下面的不是人的话 没有谁 没有那个人 可以告诉我们 未来 世界的末日会怎样 耶稣再来会怎样 下面是神 从神而来的真理告诉我们 我们人不断地寻求 我们都想寻求未来 寻求真理 我们不断地询问 在下个月 六月份 就是端午节了 端午节我们都知道 是曲原 我们知道曲原 除了种子 还有华龙舟以外 他还写了一首 很著名的藏诗 叫做天问 他向天发出 这样很多个 深刻的问题 代表人类去寻求的问题 一开篇的问题就是 碎骨之初 谁传道之 碎骨之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太初 所以他一开始的问题 就是说太初有道 道在哪里呢 谁在传道呢 他问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 没有人可以回答 谁可以回答 只有神可以回答 神借着圣经回答我们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里的道就是logos logos logos在中文里面翻译呢 也翻译成另外一个字 就是话 是吧 所以这里说 我们照着主的话 来告诉你们 所以下面要讲的是神的道 是神的话 神清楚地告诉我们 将要在末世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那一刻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我们看到你是如何 恢弘壮丽的一个画面 主要荣耀的降临 有主发出命令的呼叫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声音 还有神的号吹响 这个荣耀的画面中 主耶稣荣耀降临 还有一些人将荣耀登场 我们看哪些人 就是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他们必先复活 在经文里面很有意思 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次序 他们要先复活 因为这些人 他们没有活着 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 他们虽然已经在耶稣里面 睡了 死了 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 神没有撇下他们 神没有落下他们 他们将要先复活 他们还要先复活 他们这个复活 是一个荣耀的复活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 他们要从朽坏的 变成不朽坏的 从羞辱的变成荣耀的 从软弱的变成刚强的 这是一个荣耀登场的画面 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里 我们有两个盼望 第一个盼望 我们死了以后 我们将与主同在 但是还没有完 我们还有个盼望 就算我们睡在主里面 在主里面睡了以后 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在盼望着 等候着什么 等候着将来荣耀的复活 所以在这里说 不是死了 是睡了 睡了是什么意思呢 睡觉就是要醒的是吧 睡觉就是一个阶段 一个暂时的 所以我们在主里睡了的人 我们没有结束 我们有盼望 我们等着主耶稣把我们叫醒 我们要与主一同带来 然后一同享受 这样荣耀的一个场景 要先复活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这些活着的人 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呢 他们会一同提到云中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是 已经在主里面睡了的人 已经死了的人 有一种人呢 是那时候还活着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 生死 在我们常常认为 是诀别 是永别 是永远阴阳相隔的 但是在这一刻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一同 这里有一个希腊文 大家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读过了 叫什么 它又出现了 它又出现了 一同提到云里 他们在一起 他们不仅和主耶稣在一起 他们和地上活着的人 和死后的人 他们复活以后 他们一同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说到这个云里和空中的时候 我就想起 我太太常常鼓励我去跳伞 我知道我们这里 有很多人跳过伞 我一定不会告诉她 我怕不敢去 但是她也不去 她让我一个人去 独自去 直到我后来读到这个经文 我就告诉她 我说可能我不见得 独自从云中降到地面 与你在地上相遇 但是有一天 我们俩会一同从地面 祈祷云中与主相遇 这不更好吗 而且还免费 感谢神 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 我们看到这里 已经两个一同了 是不是 我们在主里睡了的人 生死离别的人 保罗说好的无比 因为他们与耶稣同在 这是第一个一同 复活的时候 末日的时候 他们要和耶稣一同带来 第二个一同呢 是他们要和活着的人 一同提到空中 与主相见 所以倘若今生 我们不再相见 神用祂的话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都要在一起 上一次我在下午堂分享的时候 讲到过一个例子 大家还记得这个李爱瑞吗 他当时获得奥运会的冠军以后呢 第二年他就来到了中国宣教 来到了中国宣教 他带着他的家人 太太和孩子 但是很快呢 这个二战就爆发了 日本就参战了 然后他的太太呢 带着他的孩子就赶紧撤离 那个时候他太太肚子里还有一个 然后李爱瑞呢 暂时留下来处理后面的事情 后来就没有走成 他就成为了战夫 被关进了日本的这个战夫营 在战夫营里面 他受了非人的虐待 但在其中呢 他仍然效法耶稣 舍己的爱 这个阶段呢 丘吉尔亲自点名 让他进入第一批战夫交换名单 要把他救出来 但是他仍然效法耶稣舍己的爱 他把这个名额 让给了另外一位需要的人 他仍然留在监狱里面 战夫营里面 李爱瑞他不思念他的妻子吗 他不想念他的孩子吗 他不想再见一见他的孩子一面吗 他不想给他那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一个父亲的拥抱吗 他没有离别之痛吗 有的 他当然有的 他当然有的 但是他把这一切放进了祷告里面 他把一切放进了 在监狱的浴窗 看着天空的 向神的祷告里面 因为他有盼望 他在神里的话里面 他有确据 他相信说 倘若今生不再相见 他们一家人 必定要在永生里团聚 而且永远不分开 这是他的信心 他确实在今生 没有再能和家人相见 就在抗战节 胜利前几个月 他就病死在监狱里面 他确实今生没有再见到他的家人 他们甚至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他甚至连给他那个刚出生的孩子 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我们深信 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在地上说再见 但是他们一定有机会说 哈喽 好久不见 他们在天上要相聚 他们在天上要重逢 他们在地上没有迎来胜利的团聚 但是他们在天上 一定会得到这样得胜的相聚 这是终极的胜利 所以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点 在主里面 我们不绝望生死的离别 因为我们将在主里面相聚 将要一同被提 我们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就是17节的后半句和18节 这里说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彼此劝慰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一段话指向哪里呢 指向我们生命的最终的归宿 这就是终极关怀 最终的归宿 我们到底去哪里 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将要与主永远同在 这是我们生命的最终归宿 这是我们在耶稣里的福分 那在世上每一个人 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都会问 生命的归宿是哪里 我们将去向何方 我们说这个叫灵魂三问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灵魂三问 是哪三问呢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我们这一生都要去哪里 我们的生命去哪里 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 这是灵魂三问 因为我们当要与人分别的时候 倘若我们今生不再相见的话 那我们终将要去哪里 我们看到人间 我们有很多真情流露 无尽的怀恋 当有人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说 来世 我们还做夫妻 来世 我们还做母女 前段时间有部很火的电影 是吧 大家看过吗 你好 你欢迎 来世 我们在报答母女的深情 我们有太多这样的情感 所以我们看到有人离开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卡片上写的什么呢 写的是希望你在天堂 那你没有悲伤 没有眼泪 可是 我们真的要问 如果没有福音 哪里来的男生 哪里来的天堂 如果没有福音 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感情的表达 和所有的怀恋 难道不是自我安慰而已吗 然而我们确信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读圣经 我们确信 因为神借着祂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有来生 有永生 我们知道有天堂 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归宿 所以这里说 我们将要永远与主同在 我们今生倘若不再相见 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永生里面与主同在 所以在这里 这个希腊文 这个希腊字 第三次出现 所以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字了吗 第三次出现了 在一起 主说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要永远同在 永远在一起 这是第三次出现 所以神说 我们要用这些话 彼此劝慰 彼此劝慰是说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我们今天还活着这些人 我们要彼此用这些话来 互相安慰 鼓励 这个劝慰里面 还有恳求 邀请的意思 主说我们要用这些话 彼此鼓励 彼此恳求 因为我们只有知道 这些生死的真理 知道我们未来的归宿 我们才知道我们当如何活 如何把握今天的时间 这里说 我们要彼此劝慰 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 我们用哪些话呢 刚才上面的话语 告诉我们三个方面 我们要用这些彼此劝慰 第一个方面 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不害怕死亡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死后与主同在 这是第一个 好的无比 第二个 我们不绝望生死的离别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将要在主里重逢 我们要一同被提 这是第二个数目 第三个 我们活着的人 要彼此劝慰 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不要浪费光阴 我们要抓紧时间 去传福音 因为为了要与主 永远同在 为什么我们要迫切地 抓紧时间去传福音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与主 永远同在 因为刚才的经文 不断提醒我们说 相聚是在基督里 重逢是在主里 你若相信耶稣死而复活 那在耶稣里 碎了的人 十六节说 那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 若没有基督 我们哪里来的盼望 所以对我们而言 请运输我这样说 没有生死的诀别 我们只有在基督里 和基督外的分别 所以我们才要 恳求邀请 劝人来到基督里面 当然我知道 说这些话 或许会 不是很好去接受 特别是我们有些亲人 或许已经离开了死伤 甚至我们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接受福音 我们能怎么说呢 我们把他们交托给神 我们唯有把他们交托给主 我们不能轻易地去论断 任何一个人是否得救 因为救恩处于耶和华 圣经上说 有人奉主的名 传道赶鬼 行义能 主说我不认识他 所以就算有人在你面前 没有在你面前去信主 去得救 你觉得他没有受洗 但是 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里面 在他的时间里面 在他的灵里面 他到底有没有真实地 向神去悔改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把他交托给神 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们把他们交托给神 这是我们不确定的 因为神有他的奥秘 但是我们深信神的信实和良善 但是我们能确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确定的就是 我们抓住 我们现在有的时间 像还活着的人 赶紧去传这个 确定的救恩 这是我们能做的 所以下面 我要用最后一个故事来结束 这个故事充分地体现了说 不害怕死亡 在主里不害怕死亡 在主里我们也不绝望分离 在主里我们不要浪费光阴 这一艘船呢 是加拿大的远洋 这个游轮 叫做皇家游轮爱尔兰皇后号 这艘船在1914年的一个凌晨深夜 发生了很大雾 大雾 它和另外一艘船相撞 这艘船在仅仅15分钟就沉没了 船上有1400多人 最后有一千人 一千零一十二人遇难 这是加拿大非常严重的一次海难事故 船上呢 有将近170位救世军的基督徒的成员 据说当时呢 他们住的船舱呢 就在那个救生衣的附近 所以呢 他们每个人都穿上了救生衣 但是最后呢 他们无一幸免 全部遇难 怎么回事呢 后来调查组就去访谈这些幸存者 通过这些幸存者的反馈 陈述 他们慢慢地还原了当时的真相 他们说在那样一个场景下 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穿着救生衣 他们拼命地游到 那些没有救生衣的人旁边 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给他们 然后问他们说 你信耶稣吗 你信主吗 然后他们为他们祷告 带他们信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直到海水 冰冷的海水把他们淹没 有一个得救的一个中年男人 他在访谈的时候 他说 他说当时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一个年轻女子 游到他的旁边 把救生衣给他 这个中年男人说 不 他说你还这么年轻 你前面还有大好的岁月 你不能这样给我 这个年轻的女生问他 你信耶稣吗 他说不 我还不信 那个女生说 那你要成为基督徒吗 这个男的说 我还没有想好 那个女生愤怒地把救生衣认给他说 那我死比你死好 我死可以去上天堂 你死没有盼望 你必须活着 这个男人哭着说 他说在那个晚上 我被救了两次 一次是从水中救起 一次是从水中救起 他要把他的生命 献给耶稣 这将近一百七十位救世军的基督徒 他们不害怕分离 他们有些人就和自己的父母 今生不再相见 或者和自己的爱人 今生不再相见 但是他们深信 他们就算今生不再相见 在天堂里面 他们一定会重逢 他们用自己的真实的生命来呈现 他们在主的话语里面 他们不害怕死亡 他们也不绝望于分离 他们更不浪费光阴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卡片说 愿你在天堂如何如何 我们知道天堂的盼望 不是这样一句话而已 不是这样一张卡片而已 不是一个朋友圈的画面而已 天堂的盼望 是这群基督徒用生命换来的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去换来了别人天堂的盼望 他们真实地效法了耶稣的样式 因为耶稣在两千年前 也是这样 用他自己的生命 来换来了我们天堂的盼望 我们在世上 我们人类的感情中 我们知道生离死别 真的是很悲伤的 但是正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永远地重逢 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分离 用他与神的分离 来代替了我们的分离 他说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他在十字架上 承受这样分离的痛苦 来代替我们永远的分离 而给我们一个在天堂的盼望 这样的恩典 你不要吗 我们可能会觉得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 似乎太遥远 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可是现在这个疫情 你看发生以后 这个世界的变化 我们实在是觉得 我们要想要再次相逢 有时候真的就越来越困难 当我们听到说 湖南长沙的那个楼房倒塌的时候 五十多个人 失去生命 有三十多个是学生 他们本来五一长假 要回家与家人见面的 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了 我们现在在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敬拜 可是当南加州的那个教会 枪声响起的时候 我们甚至不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相见 倘若今生我们不再相见 我们有怎样的盼望 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可以传福音吗 我们没有浸泡在那个冰冷的海水里面 没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现在有大把的时间 我们有健康 有青春 我们有网络 有通信 我们可以去向神传 向人传这样 神得救的福音 所以今天神借着祂的话 三次出现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神说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即使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也将与主同在 而且有一天 我们要与主一同 提到云中 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 神用祂的话安慰我们说 给我们这样的盼望 说倘若今生我们不再相见 我们也仍然有这样的 相聚的在永生里面 所以我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 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 倘若今生你与你爱的人 不再相见 你可以有怎样的盼望 所以今天神借着祂的话 告诉我们 倘若今生不再相见 定要永生不再分离 人生确实不断地在告别 不断地在分离 我们甚至没有机会说再见 没有机会去告别 但是请给我们自己 一个将来重逢的盼望 回家吧 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 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 与你所爱的人 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借着你自己的话语 你不愿意我们不知道 你要告诉我们 我们的一生有怎样的盼望 因为我们实在看到 人生在世悲欢离合 太多的分离 太多的伤心 太多的绝望 但是天父你爱我们 你不愿意让我们 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 主啊 你给我们这样永生的盼望 你说 我们在主里 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因为是你自己 在十字架上 来为我们担当罪债 因着你与你的父神的分离 在那一刻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 给我们换来了一个 在天堂与主同在的 这样的盼望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求你今天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帮助我们抓住这眼前 我们有的时间 与我们相爱的人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让更多的人 能够到主里面 我们与我们相爱的人 在主里面有这样永恒的盼望 我们可以一起来到天父的家中 我们永远不分开 主啊 谢谢你这样何等的恩典 这从神而来的真理告诉我们 让我们说 倘若今生不再相见 我们也定要在永生里面重逢 谢谢主 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谢谢主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